认真的喧荣即使被淘汰 阳光般的微笑也始终挂在脸上 带给大家许多勇敢且快乐的力量 走在泪冰凉以后 才能感觉心好痛 是我倒沿着长梦骗自己去生活 站在慌乱人海中擦肩而过的浪漠 仿佛都像我不该介入你的爱情 谁会欢笑谁会悲伤我都不在乎 我知道你的将来属于它 欺骗自己 同情自己 偶尔恨自己 爱不就自私 不然就别奢却 她的眼神 她的笑容 仿佛都透露着寂寞 但我只想知道 你是否曾爱过我 我不该问 我不爱着 你知道这一切都怪我 今晚我只想听到你亲口说 爱我 紧接着颁发的是最佳美声奖 第一位入围的是小美 她得到老师们极高的评价 来听听她舒服的嗓声吧 我非常地享受你的唱歌 我觉得你唱得比桃子好 谢谢 同样是为美声奖的是 拥有能抚慰人心嗓音的潘玉文 一人放逐到天前 仿佛走入第五孤季前 被那个 菲利普电运斗烫过去那样子 就一片抚平的这种感觉 第三位入围的许人杰 清亮的嗓音里内涵浮现的爆发力 她会赢得美声奖吗 初上小秒听 将盘盘盘盈盈 翩翩云下 停留在天空间 沉沉虚云 许人杰卖力点出 果然犹如小哥清零现场般 获得满堂彩 最佳美声奖 入围者各个实力坚强 究竟谁会胜出呢 好 最佳美声奖到底谁会得奖 有请我们的小胖老师 来颁奖宣布 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 最佳美声奖得奖者 许人杰 恭喜许人杰 恭喜许人杰 光是发型你就应该得奖了 有 那发型就是 我想一辈子可能不会再说第二次 我好想再看一次 好啦好啦 你先发表得奖感言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得这个奖 所以你要不要跟那边有Q模的啦 有黑的啦 有胖的 有瘦的 大概建议一下 我觉得其实 能上这种舞台的机会就是可多可少 但是一定要把握当下 对 对 那就是就要像我这一集这样就是要放开 因为那时候我抽到老歌啊 然后我就说啊 穿塞这样子 那时候很穿 但是你表现得很好啊 没有我就想说 拼了 对就这样子 就后出一句 哦 好 投入感情 发挥精湛歌艺的雪人杰 果然赢得实至名归 现在就让我们欣赏它动人的歌声吧 请飞过城市的伤口 人害怕脆弱 只能够用满路带过 冷漠 冷漠 停在交通阻塞的街头 人们的问候 只剩险在祭典中 我的声音由谁认得出来 我的名字由谁记得起来 把心留在人山人海 我要的只是爱 原来 爱有时不肯离开 有时不再回来 不是靠时间 就不能明白 我 我是到我的难 找到相亲的本外 把名字记下来 接下来要颁的是最佳破音奖 究竟谁会抱走这令人哭笑不得的奖呢 广告回来 还有更精彩的星光帮模仿PK赛 哇哦 超级星光大道今天非常的红 今天 孔大哥你今天非常的嗨 大家很 呃 呃 程磊 程大哥 你对于刚才孔大哥 这样的打招呼的方式 你自己心中有什么感想 大家今天分享一下 我觉得还不错 最佳破音奖 第一位入围的是谢震廷 在谢震廷深情投入的演唱下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声破音宣告着谢震廷即将迈入另一个阶段 这也是喜事一桩啊 第二位入围的刘明峰将这个奖项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们马上来看看 我宁愿自己忘一下词 其实我不想破音 其实斯文的潘王子 唱这首歌唱到生姿力结 他能否得这个奖呢 任风水寒 流过的泪和寒 终有一天 我又许 我的天 知道你尽力了 潘王子别难过 在你的力挽防蓝下 伤害已经降到最低了 各个有希望 人人不想得的破音奖 谁会抱走呢 好 我们这样给三位一个扳回一层的机会 血齿的机会 就那一句 好不好原来那句突起的 好来 预备 刘明峰 欸你们很过分耶 大家一起来供他们 有没有 蝴蝶一九 蝴蝶一九 狂脸这花 你却错过我的年华 蝴蝶一九 蝴蝶一九 狂脸这花 你却错过我的年华 好好听啊 好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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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漂亮 刚刚那个高音是Maria Carey 或者是那个俄罗斯魔音王子Vitas 都上不去的 哇 有上去的感觉 还好吗 刚刚的VCR不要播 这段可以播吗 不要播 不要播 好好好 那先贿赂一下大魔王 马上有请我们的小玲老师 来颁奖 我感觉